我们团队不应该在后制影片的时候 只有在前面加上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我们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 肢体动作是否恰当 这是夜夜秀的疏失 我们虚心检讨 夜夜秀引发歧视风波 身为主持人的贺龙 没有制止对方 跟着被言上 神隐多日迟迟没有公开道歉 最新影片终于现身 虚心接受所有评论 影片上线之后 很多人指出 王菊是在模仿陈律师 王菊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 模仿身障人士绝对不恰当 而另外 陈俊涵律师也并不是强迫上台作秀 他是上台在认真发表政见的 所以我们也在周三 就联系上陈俊涵律师了 并向他道歉 也感谢他愿意既往不救 而且也愿意在未来与我们多加交流 强调访台携手会事先提供问题 但不会限制来宾 我们不会限制来宾一定要按照仿刚走 所以沿上的那几句话和动作 并不是段子 跟喜剧是无关的 我们愿意给以不同立场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 有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 贺龙夜夜秀最后一集 接下来将停更三个月 萨泰尔表示去年九月就已决定 最后一集的时间 并非本次事件而停录 夜夜秀 绝对不会被有心人士击倒 我们绝对不会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 就黯然把节目收掉 各位观众 四年后 我依然会参加这个舞台上 用娱乐来关心社会 用喜剧来奉刺时事 贺龙道歉影片超过两万人 同时在线观看 骑士风波能否落幕 就看大众买不买单 下期新闻将不会 喜欢台北赛风波导